我们我看这是哪儿了 这个OK 这个什么 这个PPT 好 我们今天呢 我们这个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爱的表达 还是婚姻 婚姻家庭的题目 这个可能啊 有可能有的朋友对这个什么 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主要是一本书的 内容的分享 这个这本书呢 叫爱的五种语言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一会儿 我们再具体的 一会儿我们再具体的分享啊 我们乐涛涛家园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论坛呢 我们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啊 我们的这个主要是 我们是希望啊 这个我们这个大家呀 都能够一同学习 来建造一个稳固和谐温馨的家园啊 当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啊 并不轻松 虽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园 但是建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啊 好 这个这图画 这个画呢 这是象征着爱情啊 非常的非常的美丽啊 非常的我们也是力争要让我们的爱情保鲜吧 啊保鲜 这个这是上次的一个图画啊 再次因为要复习用 所以说我又放在这里 我们上一次我们是讲那个要让我们的婚姻啊 让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在婚姻里这个爱情保鲜的一些这个一些诀窍吧 所以说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一些一些技巧啊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讲的啊就是如何在婚姻里 让我们的爱情继继续保鲜而不是说让让婚姻啊结了婚以后这个爱情没了走了啊 这这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都是都都不愿看到的啊 我们上次讲了10点啊 我们可能大部分朋友上次参加了 如果您新来呢也算我们把上次的内容也算给你一些信息啊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回忆 要想在婚姻里让我们的爱情保鲜呢 我们要做12件事啊哪12件事呢 一个是我们就算结婚以后我们要是要继续啊重复 或者说创新的这个重复恋爱阶段和蜜月期间的这个浪漫的事情 比如说和夫妻双方一块看电影啊 一块度假呀一块一块散步啊一块旅游啊 这都是这都是促进感情的浪漫的事情啊 也就是说恋爱的时候做我们结了婚以后还是可以做的 这一个呢要是要做对方的聊伴啊 我们就等于说我们要给夫妻双方不能光芒工作孩子 然后这个朋友家庭我们要夫妻双方要多倾听对方啊要给对方时间 让让我们互相的交流而且是深入的交流啊 这个而不是扶皮疗草的啊这个应付的这种啊要要要想让我们的这个爱情要保鲜哈 在婚姻里是可以保鲜的 但是我们要做努力啊 就是我们要倾听对方啊 这个夫妻啊 比如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甚至难过的事啊 委屈的事啊 我们要要要有要互相聊一聊啊 要倾听对方 再有一个呢还是要创造机会啊 这个双方共处 这个意思就等于说 无论如何一年啊 这个要要抽出一到两次的时间 比如说两个人单独出门旅游几天 这里指的是把孩子放给家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呃什么 就是单独相处啊 无论如何是可以想到办法的啊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啊 和关爱 或者是这个细心呵护吧 也就是说不能说结了婚了 大家就这个爱 你看恋爱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喜欢恋爱的时候啊 因为恋爱的时候 双方都很珍惜对方 呵护对方啊 知冷知热啊 不能结了婚以后 这些事就没了 这些事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第五点就是在外人前 在外人面前要尊重对方 这个外人是包括 是是说夫妻以外的所有的人 包括双方的父母 双方的亲友和双 和你们自己的孩子啊 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 这样我们才能在孩子面前有权威啊 也不至于说在孩子面前就互相指责 这是非常不非常愚蠢的做法啊 第六点呢 不要急着给对方下判断啊 就是说动不动说 哎呀 就是懒啊 或者不负责任啊 什么这个这个 就是说这些负面的话 这些这些是非常要不得的啊 还有呢如果有这个有意见和分歧 和甚至冲突是对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是一个脑子 除非一个脑子才没有冲突 那自然是两个脑袋 两个人那肯定是有意见分歧和冲突 关键是要冷静处理啊 不能吵啊闹啊 甚至打骂呀 这是这是非常非常蠢的做法啊 那么第八点呢就是要用心欣赏配偶的特点 这个特点是说啊 我们往往是什么呢 结了婚以后 把这个配偶和你不同的地方 就看作缺点啊 其实呢 我用一个中性词是特点 实际上你无论如何 要把配偶的这个特点啊 和你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看到看到它的优点 你不能光光看的和你不一样 形式风格脾气快慢 然后做事的方式方法 你说都爱你的 都爱你的也不一定都是完美的 都是对的啊 从你的角度是对的 但是从对方的角度也不错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接纳对方啊 接纳对方的不同吧 就是这个 这个冷静处理意见不合啊 这个这个刚才好像说过了啊 第十点也是不要增强好胜 要懂得双赢 不增强好胜是什么 非得聊这个谈个事情 非得分个输赢啊 非得就得听我的 就是你的就不对 我的就对 你的你的全不对 我的全对 这叫增强好胜 说句不好听的话 在家里赢了配偶 这不算什么本事 赢了配偶 只能说配偶让了你啊 不要在这个家里 增短长啊 增输赢 这个会把感情增没了的啊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再一个就是赖无及乌 就是说我们是啊 我们结婚的是夫妻两个人 但是其实我们的任务 包括配偶双方 被这个他们的父母啊 他们的亲友姊妹 我们都要啊 都要爱 都要去都要去维护啊 这个往往是呢 就是你不能说 我就爱我的丈夫 那他背后的家人 和我没关系 那你认为没关系 他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因为很多很多的婚姻 最后走向分裂 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家人 对这个什么啊 这个产生了就是 这个不好的影响啊 这一点啊 我们要吸取教训 再一个夫妻双方 要定期分享 这个总结婚姻的感受 比如说 我这个 比如说这个丈夫 你怎么样啊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婚姻怎么样啊 我们的感情怎么样啊 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我们有什么值得啊 这个 值得值得鼓励的地方啊 就是高兴的地方 做的好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甚至是错的地方 大家要定期分享啊 不能说这个事情 积攒 积攒 积重难返了 已经气都很大了 大家都不爱说话了 你再去总结啊 都很难了 所以说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这个是上一节的啊 这是上一节的这个内容 其实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啊 我们说呢 就是说这个爱的五种语言 这是The Five Love Languages 这本书呢 说不定有的朋友读过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呢 我是读过的 这个非常好的一本书啊 这个作者呢 他叫Gary Champan 这是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婚姻 婚姻方面的专家啊 这个他出版了还有不少书啊 我这记不清了 就是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 叫Gary Champan 这个这个是一个婚 非常著名的婚姻专家 这个这本书呢 实际上是有中文版的啊 这个在国内应该有出版啊 然后我读的是个英文版啊 他这是什么呢 这个这本书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五种啊 这个五种爱的语言 他实际上就是讲 我们都说爱爱爱情啊 表达爱啊 这个恋爱也好 这个婚姻里的爱也好啊 这个不同阶段 不同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这个爱 我们都说爱对方啊 我们都说爱爱爱爱爱配偶 爱丈夫爱妻子啊 包括爱孩子 我们这个爱是如何表达的 你光说我爱 你拿出点拿出点真材实料来 是吧你说爱我 你有什么表现啊 或者你有什么表达啊 他是这个意思啊 他认为呢 就五种爱的语言啊 这是他的一种概括啊 我认为是挺好的 其实这个理论啊 在婚姻方面啊 我要说做婚姻 做婚姻辅导的 做婚姻研究的 我要说只要做这个专业的 不了解这本书的应该说不多啊 在这个圈内的啊 所以说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把他的核心的内容 我们一会儿就做一个分享啊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呢 就是就是爱的表达 也可以说就是婚姻后啊 婚姻中啊 就是结婚以后 夫妻双方之间的沟通 这个如何是沟通啊 和表达 也就是说我们都说婚姻里边肯定要有爱了 没有婚姻的爱是没有道德的啊 也就是说但是这个爱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维护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 就就就像我们头一段我们讲了哈 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这个这个恋爱的时候爱的要死要活海事山盟 这个婚后啊 没几年 甚至有的没几天 就就就闹翻了 甚至离婚了 这个所以说呢 所以这个问题啊 是是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说结婚的时候啊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和安排 你说谁都想白头偕老啊 恩爱有加 这个这个如期四交啊 像恋爱的时候那么爱 但是为什么结婚以后 不久啊 这个甚至就就就就就 就没有话说了 就变成就变成末路人了 甚至是这个恶语相向啊 甚至是最后走向离婚啊 对对过法庭 也就是说在法庭上闹离婚了 闹闹闹分财产了啊 增养还增夺孩子的抚养权了啊 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要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这里边呢 我们提到这个婚姻呢 婚姻我要说恋爱容易结婚难 就是走向结婚 你也知道很多人恋爱 但是并没有走向结婚 应该说相对于恋爱来说 结婚就有点难了 但是相相相对于这个终身的 这个终身的相爱啊 白头偕老来说 结婚又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或者说结婚容易这个偕老呢 白头偕老是很难的啊 这个你看那么高的离婚率 就是说这说明了婚姻是非常难的啊 这个而且这个婚姻的难度 这不是一家一户 应该说从概率上来说 至少90%以上的婚姻都是不容易的啊 这个这个不是我随便说的 这是有很多的调查的啊 他们婚恋爱专家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 做了很多的数据分析 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婚姻就是我们都说不幸的婚姻 这个应该说不幸的不是婚姻 婚姻都是很美的 你看结婚的时候啊 鲜花鲜花蛋糕啊 这个人们的祝福啊 这个各种的祝福 各种的这个期望 婚姻 婚姻不是不幸的啊 问题是婚姻 应该说婚姻是对爱情的法律的一种承诺 我们都说哎呀 我们都要个恋爱了 我们都想特别是展媒中国人啊 恋爱了总想啊结婚 大家名正言顺嘛 要不然光谈恋爱 像这边是男朋友女朋友也过一辈子 这个我们中国人还 至少大部分人还接受不了啊 那么婚姻本身啊 这是一种对对对这个恋爱的 对爱情的一种法律的固定形式啊 我要说婚姻不是不幸的 不幸的是只有这个婚姻里边的那些夫妻 那个不幸的有就是那些夫妻啊 不是说所有的夫妻都不幸 只是说这个婚姻 婚姻不是不幸的 是是那个是那个不幸福里边的婚姻的那个夫妻 那那是不幸福的啊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傲慢和无知 让婚姻变成了爱情的坟墓啊 这个话呢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啊 是结是这个是这个结婚以后啊 这些夫妻的傲慢 什么是傲慢 他觉得哎呀我们我们两个这么相爱 我们肯定是结了婚 这就白桃洗脑了啊 这个这个就跟这仍然是像谈恋爱一样美好 这个是一种傲慢 什么是傲慢 就等于说太自信了啊 这个我们都觉得好像结婚和恋爱是一码事 不客气的讲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有了解这么多 因为我认为结婚就和恋爱是一个样的呢 结果过了几年觉得不一样了 不对头了 所以说说是无知呢 就等于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经营婚姻啊 这个傲慢是说太自信 太太太理想化 这个无知呢 就是不注重学习 我们老认为哎呀结婚呢 大家都都结婚吗 过日子谁不会啊 但是这个过日子都得过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好 过得幸福 特别是夫妻的这个感情 所以说很多夫妻啊 让让婚姻变成了爱情的坟墓 我要说这个这个婚姻 婚姻本身不是毛病啊 婚姻本身没错 是这个人的错啊 是这个人的什么错呢 是这个傲慢 太自信 太无知 不注重学习造成的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 我们认真学习这个 这个婚姻中夫妻双方的相处之道啊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 这个爱的无中语言呢 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这个查普曼博士 他认为 很许多的婚姻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就是婚姻里边的夫妻关系问题 多数都源于沟通和表达 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 就是大家是相爱 也都想过好日子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沟通 不知道怎么表达给对方的爱 对对方的这个这种感情啊 我们结婚啊 现在特别是自由恋爱 你说都是爱的时去火来的 当时 但是结了婚以后 也不知怎么地 他就不行了 这个还不是一个 是一批一批的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婚姻 走向了走向了离婚 所以说这个是个非常令人悲叹的事情 哀叹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呢 就 我们就来对这个爱的五种语言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中间呢 就是 这么说吧 我想这个婚姻的生活 大家过来人的话都不陌生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如果说听众里边这个朋友还没有结婚 那么你学一点也是好的 你也知道将来这个婚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婚姻和恋爱不是画灯号的 好 爱的五种语言 我们简单理解来说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任何的沟通 比如说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问题 公司要解决公司的问题 那就要开会 我们就要开会 那开会大家讲话 领导讲话 各部门讲话 报告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信息沟通 这就是这个公司信息沟通 那么这个婚姻 这个婚姻呢 当然你要是按照 有人说婚姻也要经营 你要是把婚姻作为一个组织的话 也可以说 这个婚姻也需要沟通 他当然这个开会不需要开会 那当然你也可以开个家庭会 我们家是有家庭会的 我们家特别是孩子大了以后 我们是有家庭会议的 为什么呢 就等于说大家也需要沟通 这个家庭会 然后呢 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实际上是说 我们主要是指夫妻双方 如何用来 就是说表达我们的爱 对对方的爱 这个对对方的这种关心 这种爱慕 这种呵护 这种珍惜 就是这种 这个爱的五种语言 它呢主要分为 这个我们也说叫爱语吧 爱的语言 那么它就分五种 一个是肯定的言词言语 精心的时刻 精心的时刻 核心意的礼物 服务的行动 身体的接触 这是五种语言 那么具体呢 我们一项项的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情 对这个对彼此之间的爱 我们是通过这五个 这五个 行为 还会是这五个方面来表达的 也就是说 你说你爱我 你也不夸我 你也不夸我漂亮 你也不夸我潇洒 你也不不鼓励我做事 这个认真刻苦 这个你你你爱我 你也不陪我 你你老是老是去工作 老是陪朋友喝酒 你你你也不把时间给我 那么你爱我 你也从来没送过我什么礼物 你你出差啊 这个旅行也不想着我 那么你爱我 你也我家务 你也不帮我 我工作遇到困难 你也不帮助 是吧 你爱我 你给我也不也不握手 也不拥抱 也不结尾 这个你怎么是怎么是怎么说明你爱我呢 就是这个啊 这么说啊 我这么一说 应该说就是我们现在详细分解一下啊 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啊 肯定的言词也好 言语也好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我们这个夫妻双方爱对方啊 你有没有这个肯定对方啊 这个肯定的言词 这个言词就是当然是口头的这个称赞或者欣赏啊 当然你也可以写信啊 你写信这个写到写到写到纸上也行啊 现在有微信啊 有这个你你你你反正就说这种肯定的言词啊 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夸奖我们的太太 哎呀你穿穿这条裙子真漂亮啊 这个太太夸先生哇你穿上那条西西西西装真帅啊 这个这个这个呃别管谁夸谁啊 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啊 我就很非常的喜欢非常的享受 这些呢 这都是这个肯定的言词也就是鼓励啊 我们头我们头头我们以前讲过不要抱怨啊 不要抱怨也可以说肯定就是一种肯定 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恩感谢啊 或者是一种肯定 所以说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你上来就是挑剔就是唠叨就是抱怨 就算夫妻啊 就算夫妻有忍耐力 就算一家人结了婚过日子了都在 都在一个床上睡觉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 这个你这个唠叨抱怨 指责批评 卖骂 这个甚至家庭暴力 这并不代表配偶能够接受啊 接受你一次两次也并不代表能接受你一辈子啊 接受一天两次忍受一天两天 这并不代表能忍受你多少年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啊这个要能够尽量的啊 要尽可能的发现对方的这个优点啊 给予这种给予这个肯定和鼓励啊 这个赞扬啊这个赞扬啊欣赏啊这些都是相当于存款啊这个爱情银行的存款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呐就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啊良言这个良药苦口 良这个这个这叫什么 良这个就是说良良药苦口良言怎么着怎么说 也就是说忠言逆耳吧 我们都知道哎呀忠言逆耳我们不要夸不能让你骄傲啊 我们都说不能让你骄傲 所以说呢夸的时候不夸 然后那个该批评的时候哇夸大 这个这些啊我们说可能啊 这是我们传统的特别是年龄大的 可能是就觉得哎呀成天夸来夸去的多肉麻呀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是喜欢肉麻的啊 这个总的来说喜欢肉麻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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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羞于表达的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个咱们华裔同胞 这个应该说是个毛病啊 我们要善于夸奖对方啊 而不能太吝啬 好这个接下来呢是这个我们叫精心的时刻啊 精心的时刻第一种语言就是肯定的言语啊 第二第二种语言呢 就是我们精心的时刻 这个我们我们都恋爱过啊 恋爱中的情侣啊都希望和对方哇 尽可能的就是呃这么说吧 像像像我那时候谈恋爱大大学里边 这个宿舍啊都快关门了啊 都是都是两个人待到最后一刻 才让对方走要不然就进不去门了啊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愿意待在一块啊 这个这个精心的时刻啊 就是结了婚啊 这个就是结了婚 我们还可以和配偶有精心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什么叫精心的时刻 是指这个我们不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啊 这个是不是是个不分散的注意力啊 什么叫不分散 这不是精心的时刻 这只能说应付的时刻 这都是打发人的时刻啊 这个不是这里的精心时刻 精心的时刻 比如说我们一块去旅游两个人一块 撇开孩子啊 这个这个让孩子就是两个人单独在一块 我们去旅游去看电影去散步手拉着手啊 这个当然也可以这个一块看电视啊 一块这个就是这么说吧 一块你们两个一块做你们两个都开心的事啊 这就是精心的时刻 这有这都有美好的回忆啊 有浪漫的情怀啊 这个全心全意的陪着陪着你的配偶做喜欢的事 这是一个 这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爱的表达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你要说都老夫老妻了还用这样吗 我要说绝对的用啊 这个你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呃这个特别是现在啊 年轻一代啊 像我这一代 因为我这一代怎么说吗 现在算是也算是快六十岁了啊 我觉得呢 我我还这个我认为啊 这个精心的时刻啊 这个夫妻两个 我和我和夫人啊 我们两个这个精心的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个一个表达爱的方式啊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啊 好这个精心的时刻啊 就是就是我们就到这里啊 第三门第三种爱的语言就是核心意的礼物啊 核心意的礼物 我们知道这个礼物啊 礼物是爱的视觉象征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礼物啊 大部分人收到礼物都很开心 别的不说啊 这个这个包括古代啊 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古代啊 那个都是这个这个这个礼物 那个这叫定情物啊 有个手绢 有个手帕 或者是有个什么 有件衣服 或者是有双鞋啊 这个这个这个女生给男生做了一双鞋啊 这都是非常的这个礼物啊 这个礼物啊 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它是一种啊 也是一种这个这个一种爱的表达 一种表达爱情 表达表达这个这个 这是一种非常的直观的表达啊 好这个现代人就说 这个爱爱爱爱人吧 爱人就就就就就什么 就送那个爱马斯啊 送个包啊 这个这个礼物呢 当然啊 我们不追求奢华 这个当然了 这个礼物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是不是越费精力越好呢 问题是这个是不一定 昂贵的不花钱的 自自的 只要能让对方开心 都是好礼物 所以说这个核心意的礼物 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不一定 当然那你能买得起好礼物 太太又希望有个有个贵重的礼物 比如说她希望有个有个名牌包 那你也有这个实力 你不买这个也说不过去啊 这也是什么啊 虽然说不能说我买贵重的就是表达爱 但是你能买不买 这也能也不能也也也也也也也说明你这个你这个爱的程度啊 客观上讲啊 夫妻之间 关键是核心意 这里边呢就需要你投入 你要知道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他到底需要什么 他喜欢什么 这个就是核心意的 当然这个贵的不是说不好啊 贵的当然好啊 这个这个这个贵的本身就说明他这个价值 但是这并不说这个一定买贵的啊 那你你你你每比如说你每每每月每一年都送太太个礼物 那你都送这个这个都送多少克拉的这这戒指 那那可能只有妇人才做得起啊 关键是我们要认真的这个了解对方知道他喜欢什么 知道他需要什么啊 这个是里边体现了体现了你的用心 你的债意啊 你的呵护在里面 所以说和和这个和心意的礼物啊 就代表了啊 不一定是非得贵的啊 但是关键是要和对方的心意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对方喜欢喜欢玫瑰啊 你送菊花可能这就有点问题了啊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服务的行动啊 服务的行动也就是说啊 你是为了这个让另一半高兴也好 是体谅他的辛苦也好 帮他做事来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啊 对他的在意啊 到垃圾看孩子辅导孩子的作业啊 那样然后是回来以后啊 这个鞋子一脱 沙发一躺 然后电视啊 然后这边别管什么 别管你谁啊 我就是不不管不问啊 这个这不是一个好的啊 这这不是一个好的表现啊 当然我们服务的行动可大可小啊 我们也不用去去为太太是到天上追星星去啊 咱也做不到 但是那你可以帮忙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看孩子啊 这都是一种服务的行动啊 这都是一种服务的行动 还有呢就是当然彼此这个反之亦然啊 这个太太也可以帮丈夫啊 这不是光这不是光光这个只有先生帮太太啊 太太也是可以帮先生啊 这是服务的行动 第五种爱的语言呢 就是身体的接触啊 身体的接触 咱们华人啊 这个我们文化上啊 不喜欢表现 坏的时候我们就就就就等于说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什么吧 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羞涩啊 其实这个身体的接触是说 我们来到这边也看 你看看这个这边本地的人 他们见个面啊 又握手又贴脸的啊 这个身体的接触 当然这不是爱情啊 但是呢 这也是身体的接触 它是一种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 就包括我们婚姻的爱情啊 这个它是需要身体接触的 比如说拥抱啊 接吻啊 这个这些 这些亲密的行为 身体接触 它是需要的 而且这个身体接触 它不是无用的 它是它是促进感情的啊 这个你这个 这个这个呢 就等于说 你包括孩子啊 你比如说 有人这个特别是小孩 你你小的时候 你不拥 你不抱他 不亲吻他 你就这个这个 怎么说 很冷淡 这个孩子的 他的智力 他的发展都成问题 啊 这个爱情也一样 就说爱情 我们都是成人了 成人也需要身体的接触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啊 比如说散步的时候啊 或者一块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什么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 两个人一块牵着手啊 然后肩并肩啊 然后有时候很搂着腰啊 是吧 这个这些呢 它就是一种 它就是一种这种亲密的一种一种表达啊 这里面这个接触里边 这个身体接触里边 它是表达了感情的 它是表达了亲密的感觉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不要这个忽视啊 不要不好意思啊 因为是配偶 特别是我们在在西 在在北美来到这边 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像他们西人 这种啊 这种比较频繁的身体接触啊 这种表达的这种 表达情感的这种方式 是值得我们学习 是值得我们学习 好 我们的爱的五种语言啊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大家记住了多少啊 我们有哪种语言呢 我们再来一下 一个是什么 肯定的言语 再一个就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这个 精心的时刻啊 肯定的言语是动嘴巴的啊 精心的时刻呢 是要花时间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时间不要被人打倒 不要被人打打脚 包括孩子 包括双方的家人 这个包括其他人啊 这个精心的时刻啊 这是花时间在一块的 核心意的礼物啊 这个是要付点代价的啊 要有礼物 当然不一定说你送一束花啊 也就是几十块钱 但是呢 当然你送个钻件送个名包啊 这当然要多花点钱 anyway要核心意啊 这里是关键是核心意 当然还可以有啊 你说哎呀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这本身就说明你有问题 你就不关心对方啊 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要有礼物 再有一个呢 要核心意 至于说贵和贱 至于说花钱多和花钱少 这个呢 看你们的这种经济状况 和你们的这种 这种互动方式啊 这个没有一定之规 那么再一个就是服务的行动 就是要互帮互助啊 要动起来啊 这个家务活要互帮互助啊 就是这个 这里边呢 说是干活实际上也是体现了 对对方的珍惜和爱惜啊 和和和和爱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行动 这这这不是凭空产生的啊 这个是都体现了你的你的爱惜啊 对配偶的这个爱和珍惜啊 和和和这个和和你的这种 呃怎么说啊 呃行为吧 再一个身体的接触啊 这个身体的接触 其实并不难啊 这个关键是习惯 比如说我们家 我们家孩子上学之前 我们都要给孩子都要一个拥抱啊 都要一个拥抱啊 这个这个have a nice day啊 就是等于说这个这个实际上 祝福一下挺好的啊 这个这个孩子也是 我们都都都习惯了 比如说我们也是贴贴脸啊 然后彼此拍盘肩膀啊 这个打个case啊 这这都是一种身体的接触 这个是它是有作用的啊 这不是说为接触而接触 它是能表达 而是能增进感情的啊 能增进亲密的啊 好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五种爱的语言 说什么呢 实际上就等于说 我们接下来就说 发现彼此的主要爱语 什么意思呢 这个爱的语言 我们都说上述五种语言 都是一种表达的爱 但是呢 应该说都是好事 你看看啊 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啊 这个服务的行动 然后身体的接触 还有精心的礼物 这都是一种表达 但是呢 你要认真观察你的配偶的话 你就会发现 也许他对其中母艺方面 他就特别喜欢 特别在意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给我太太啊 我也给她礼物啊 我也给她给过她礼物 我也我也陪她啊 我也是这个鼓励 我也是这个这个欣赏她 鼓励她啊 这个我也 我们也彼此帮忙做家务 但是呢 我们经过经过也 我们也沟通啊 因为我们一块学习的这种夫妻的这种恩爱营 我们说就等于说我就发现我太太啊 她比较喜欢我多做一些家务啊 这是她主要的赖的语言 当然送她礼物 这这肯定是好事啊 她也她也很感很感谢 这个当然是核心意啊 这个也就说每个夫妻双方啊 她对这个这个爱的语言 她都有所侧重 当然你说我都喜欢这个有 但是你毕竟能够分出一个先后来 也就说比如说我我我夫人 她就喜欢我 我觉得呢 其他的事当然也是多多益善啊 关键是要能够啊 给这个多做帮忙多做家务 她就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喜欢 那我认为她的爱语 她的主要爱语就是服务的行动 什么意思啊 她希望我多帮她做一些事情 家务也好 孩子也好 做饭也好 然后其他谁也好 这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 那么像我呢 呃这么说吧 我的这个主要爱的语言呢 就是呃怎么说呢 就是说其实呃都有了 我我认为我的爱的语言 就是这种这叫什么 这种精心的时刻呀 然后还有这个身体的接触啊 啊也就是说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啊 啊这个两个人单独处一处啊出去旅游一下度一下假呀 就是单独交流啊就是这种在一块的时间 我是我是很喜欢的啊 身体的接触啊这个搂一搂抱一抱啊 这个你要知道你的配偶 他的主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这个也就说他比较喜欢什么 比如说他喜欢你多多做家务 那你就多做家务了 那他你比如说对这个礼物啊 就是说呃买了也当然很高兴 但是那好像这个礼物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啊 这都是我们观察出来的啊 这个爱的语言为什么他很重要呢 他本身就需要你啊 你要特别的关心啊 体贴对方你才能知道啊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我们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啊 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呢 细心的啊这个观察配偶他的喜欢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相爱 但是如何表达这种爱呢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我太太 他喜欢我做干活 那如果说我呢 我老想给他搞一些浪漫的话 他可能他的意思就觉得做着实事吧 光光什么呢 当然你像我那他也知道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浪漫的时刻 那他也不能说 就是哎呀我我对这些 我不在我不是最喜欢的 但是他为了照顾我的情绪 他也要也要体贴我的这种 这种爱好也好 或者是这种这种爱的语言 那也就是说你要是做对的话 比如说他喜欢我多多帮忙做事 我要我要是做这件事 就是叫四半功倍 如果他不喜欢的事 那就叫四倍功半功半 也就是说达不到效果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高效率啊 提高效率是什么 哎你知道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 你就帮忙做什么 这个呢这叫四半功倍啊 这就他就有效果你要是不知道呢 人家不喜欢你还不喜欢这个礼物 不喜欢浪漫 你看老姓老老送花 这个呢就达不到效果 你还觉得哎你说我我很什么呀 我很爱你啊 但是他对这个他对礼物一般话啊 所以说呢我要说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啊 观察对方啊 还有这个有的人比如说喜欢鼓励啊 那你就要多鼓励多说几句话是吧 当然是有心来说的啊 不是说应付性的这种 这个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这个 这个欣赏和称赞 这个效果也没有什么本 这个这个好效果啊 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鼓励对方啊 就是欣赏对方啊 好这个呢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对方喜欢的爱的语言来爱他 这样呢我们就能做到四半功倍啊 四半功倍 反之呢就四倍功半啊 这个你看着办啊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好在这里边呢 这个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就说呢 我们就说刚才说是爱的语言 也就是说我们再讲一个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朋友并不陌生 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就是什么呢 爱的银行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银行账户的钱是实在的啊 一万两万十万八万 其实每个人的情感里边都有一个 一个情感账户 这个我们叫我们夫妻之间 我们就叫就叫爱的银行账户吧 这个取取账户取存款取款的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爱的银行账户 比如说我太太她喜欢我多干活 当然她也喜欢我鼓励她 这个喜欢我这个送礼物 如果她喜欢的事情我都做的话 不断的做 那么她的情感她的爱情账户里就很丰满 你也知道她的她有她感到我的爱 她就愿意给她也愿意给我她的爱 如果说我在她的爱情账户里没有 没有存款也就是说我她喜欢的事我不做 她不喜欢的事我老做 那她就不是她就不是这个存款了是成了亏空了 如果说什么意思啊 我我让老让她满意那她也会让我满意 我老让她不满意她不会让我满意的 如果说她忍耐你也知道你说她忍耐一点啊 忍耐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的爱情账户里啊 这个有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这种爱的感受 爱的这个风盈 然后呢她才能够你这个日子才好过 你这个对方账户里她不爱的事你老做 你老抱怨老批评老指责老羞辱甚至羞辱她 那她怎么会有她怎么能够给你爱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给不了自己没有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爱 我们没有感到被爱的感觉 你说让我们再给对方爱 那相当于说那就开空头支票 这都不管用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这种 这个这种情感账户的这种 存款不要取款 什么是存款 她喜欢的事你多做 她喜欢爱的语言你多你多做啊 她喜欢干活你就多干活 她喜欢礼物你就多送礼物啊 这个这个她喜欢精心时刻 你就多制造浪漫时刻 那么她就账户里就这个感情账户里就就有情 她也能给你感情啊 就是就是这种啊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说这个爱的语言呢 它让我们梳理了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概括还是很精确的啊 你可以再仔细的思考一下 好我们这样啊 我们今天的分享主要内容就到这里啊 我们但愿我们这个各位朋友啊 我们都能够学习啊 这种爱的语言爱的知识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实践啊 我们要认真的珍惜我们的配偶 她到底喜欢什么 她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啊 我们当然也要知道自己啊 我们到底喜欢什么 我们要给对方啊 我们也我也为我为我太太 我说你到底喜欢什么 她说啊你多干点活吧啊 我就知道了好我知道了 你是希望我服务的行动 那好那我就多做了 因为多做你高兴吧 当然其他的啊 也不是不做啊 不是说做一件其他就都不做了 只能说呢 你比较注意做什么 其他的都是这都是爱的语言啊 别的不说 你只要是用心去做的 这个配偶都会喜欢的 只是说他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他比较关心哪一种啊 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也一样 好但愿啊 我们这个每对夫妻啊 但愿我们的每对夫妻都能够 怎么都能够这个彼此相爱相惜啊 白头偕老啊 祝愿这个所有的夫妻啊 我们都能够这个都能够生活在啊 这个幸福的温馨的这种婚姻当中 而不要让婚姻成为这个爱情的坟墓啊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还有几分钟啊 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大家请问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有没有什么咱们讨论的 好 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池啊 这个话是非常好 这是圣经的话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对这个刚才我这个什么啊 我没有想到啊 我这个想不想 忠言逆耳利于行 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个这个我是认我是认同的啊 但是呢这个忠言和这个和这个指责的语言 就算忠言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 同样的话 同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的让人比较好接受 而不是说张口就指责 当然啊 我要说忠言 忠言就是实在化 我们是要说的 我们不能说虚话 但是这个就是实在化 就是这个实在化 我们也要注重表达 要让对方能够 能够接受啊 能够接受进去啊 难得糊涂啊 难得糊涂 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 特别是对方 你认为对方的这个优点啊 这个缺点啊 不足啊 短处啊 我们可能糊涂一点好 有时候我们可能多反思一下自己最好啊 请把第二点和第三点的内容再显示一下 这个感谢介绍啊 第二点的内容 第二点是说这个精心的时刻 精心的时刻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要配偶 我们要单独啊 制造在单独在一起的时间 比如说一块去看个电影 一块看电视也好 只是说我们不被打搅 我们一同去旅游也好啊 度个假三五天啊 比如说我们两我们夫妻两个 我们有时候我们一年吧 我们至少有一次 我们单独啊 就把孩子放在家里 我们我们单独出去到小镇上啊 到到宾馆里啊 住上个三五三三两三天吧啊 然后呢 这个其实也都有事啊 只是说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精心的时刻啊 这个第三点 第三点我看看是讲的服务的行动吧 哦 第三点是核心意的礼物啊 核心意的礼物啊 就等于说别管贵贱 别管多少你要送礼物啊 要让对方核心意 显得你是用心的 你是珍惜的 让他高兴的啊 这是最主要的啊 这个家不是一个讲礼的地方 对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爱的语言 就是我们要表达爱 要学会 有智慧的表达我们对配偶的爱 这个爱和珍惜啊 就是这种 这个朋友说第二点第三点的PPT 再放一下 好 我在这放出来啊 精心的时刻 还有核心核心意的礼物啊 就等于说 这个这个就是精心的时刻啊 我们要要有浪漫的时刻啊 我们核心核心意的礼物啊 就是好 我们看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 好话一句三冬暖 恶语丧人六月寒 哇 这个啊 这个这个句子真好啊 好话一语与三冬暖 这就是那种肯定的言语啊 恶语丧人六月寒 有时候是实话 是心理的话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 把中言变成了恶语啊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啊 就算有真实的想法 也要懂得沟通啊 将来我们还会讲 这个沟通的技巧啊 所以说我们中言 不一定 不一定非得说的就是 冷冰冰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让人不高兴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我们希望我们啊 都能够有学习啊 不断的进步啊 这个这本书值得一看 是的啊 这个这个书值得一看 其实呢 你要是现在马上买不到 其实网上啊也有不少内容啊 也有网上都有不少内容 爱的五种语言 你会发现很多的信息啊 有的人可能在网上也能读到啊 有的是因为是比较著名的一本书 所以说大家可以 如果说马上买不到的话 可以可以上网啊 也搜集一些信息 再深入的了解 我今天讲的是很 很很很很概括的啊 或者说很简单的啊 其实里边的内容还有不少啊 这个 所以说是这样 好 还有最后一分钟 我们 这个 看看还有 有没有问题 好 那现在这样啊 因为时间到了这个法语终极班的学习了 那么我们不要暂时间 所以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和分享啊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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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这个好话一好话一句三东暖 恶语丧人六月寒 这个话说明了这个肯定言语的重要性啊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把这个爱语变成了恶语啊 这个我们要有智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会长 谢谢徐大姐啊 也谢谢帮忙的这个各位朋友啊 祝大家晚安啊 我们下周见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张博士的精彩讲解 是金燕吗 对 是我 哦 金燕你好 你们